一个是浪远闲话 一个是梅雨无暇 红楼梦的一众主题曲和插曲再度登上舞台 并拉开红楼梦境郑旭兰全国巡演的序幕 80年期间郑旭兰曾一度两次踏上春晚舞台 而马上已即将到来的马年春晚 郑旭兰是否争取过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大家都想争着去的地方 我还是让开好 我就觉得一切都让自然来自然进行好一点 这个都想去的地方呢 还是我就不去了 郑旭兰一直以演唱温婉风格细腻 表演优雅矜持而组成 当事业的高峰期 生活和郑旭兰的人生开了个玩笑 她和未婚夫先后罹患重病 一度因为疾病 使自己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而就在马上就对病痛失去希望的时候 朱石茂的一个电话挽救了自己 我当时得的那个病是 就是肠子有一段的神经不工作了 然后呢就把它切下去 然后再缝合就OK了 结果做了的时候呢 是她判断失误了 结果就把那个好肠子拉下去了 那坏肠子没拉下去 这样的话呢导致了三年的时间 就疼痛无法忍受 眼看着不行了的时候 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我想我再找一个人来问问 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个人 在最后帮我看一次 如果实在不行了 那就没有希望了 就这样 在这样的时候 我想到朱石茂 通过朱石茂介绍的医生 郑旭兰终于转危为安 而在此期间 《红楼梦》的旋律 也支持她一步步与并魔 完肠斗争 此次郑旭兰将会带着 网媒 探香林 葬花银等 一曲曲永恒的旋律 把观众重新带回 那一格曾经为之疯狂 写满往昔记忆的 《红楼梦境》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